难以想象已经将近40岁38岁的一个高龄 能够做出这样的技术动作也是身体素质非常优秀的 那么这边是由眉山先取两分 刘雨昕直接是要球 往内线走 这球是造成了犯规 造成了眉山队的一次阻挡犯规 两队用同样的方式打开了这个开局的局面 是 都是通过对内线的一个冲击来开局 由张希宝完成的一次进攻 又给到刘雨昕 好球 打成了一道二加一 我们看到这边其实就刺贡刘雨昕一个人在这边 面对的是眉山的四个防守球员 对 四个人的包夹 毫不吝啬自己的手感 是的 强势打进 加发野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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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说G